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现在在圣母圣诞堂服务 Emanuel神父 他是圣医会的神父 他也是在海星圣母堂服务 还有就是我们主托会的张维刚神父 他现在在圣三堂服务 下来就是我 我是在海星圣母堂服务 恳请各位教友为我们这位四位神父继续祈祷 恳请天主给我们赐予更多的恩宠 使我们继续能为我们的教友 能为我们的新加坡教会去服务 去奉献我们自己 在我们弥撒开始以前呢 让我们一起认罪 来参与这台弥撒圣祭 我向全能的亲主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想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外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 除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者 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甘愿以你唯一圣子的十字架 拯救人类 愿我们今世能领悟他的救赎奥迹 来日在天上 得享他聚恩的果实 他很及圣神 视为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公读护基记 那时候 以色列子民在旷野很不耐烦 他们抱怨天主和美瑟说 你们为什么领我们由埃及上来死在旷野 这里没有粮食 又没有水 我们对这些清淡的食物已敢厌恶 上主就打发火蛇到人民当中 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 人民于是来到美瑟面前说 我们犯了罪 抱怨了上主和你 请你转求上主 给我们赶周这些蛇 美瑟于是为人民转求 上主对美瑟说 你做一条火蛇 挂在木杆上 凡事被咬的亦展养它 必得生存 美瑟就做了一条铜蛇 挂在木杆上 那些被咬死的人 一展养铜蛇就保存了生命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你们不要忘记天主的作为 你们不要忘记天主的作为 上主既杀他们 他们既来寻觅上主 他们回心转意 日切寻求天主 也想起 天主是自己的磐石 至高者 天主是自己的救主 你们不要忘记天主的作为 可是 他们只是满口谎言 以唇舌欺骗上主 他们的心毫无诚意 又不忠于上主所立的盟约 你们不要忘记天主的作为 但是上主却慈悲为怀 赦免罪孽 没有消灭他们 上主常常抑制愤怒 没有尽量发泄怒火 你们不要忘记天主的作为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基督我们亲宠你 赞美你 因为你借着十字架救赎了普世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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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功德圣 若望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尼可德摩说 没有人上过天 除了那自天降下 而仍在天上的人子 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 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 使凡信的人在他内获得永生 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 而是为教世界 借着他而获救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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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我们庆祝光荣十字架节 也庆祝我敬夺一周年 在这一年的时间内 我自己从一个执事到神父 经过了时间的改变 也经过了唐区牧林的实习 去在服务教育当中 去发现天主的一个存在 也在教育的关爱中 教育的关心当中 增加自己的圣招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一年当中 对我的一个关爱与支持 使我在新圣任神父的生涯中 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借着大家的祈祷 借着大家的鼓励 使我在不论是在新的唐区 或者是在其他的不同的唐区 去服务 去服务教育 特别是我们新加坡的华文教育 因着你们的祈祷 你们的鼓励 我能有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力量去为你们服务 为你服务 在今天的福音呢 我们看到了 耶稣给尼克德摩说 没有人上过天 除了那自天而下 而仍在天上的人子 就没有人真正的去到天上 因为天主派遣子 就是来给我们指明上天的一个道路 上天的一个道路 所以耶稣在说 梅色在旷野中举起了蛇 正由耶稣说他自己将有被高举 是一样的 所谓的被高举 耶稣说被高举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要为我们受苦 牺牲 借着他的牺牲呢 他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门 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都能看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庆祝光荣十字架 如果我们一般人或者没有信仰的人 看到十字架的话 可能想的是 他是在耶稣那个时代 罗马用来惩罚罪犯的一个刑据 我们信仰的人呢 看到的是耶稣的苦难 耶稣的苦难 甚至我们看到了罗马 当时的罗马人对耶稣的一个羞辱 如果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的话 他们看到的是耶稣的失败 耶稣的失败 还有呢 十字架也代表了耶稣的死亡 所以一切在十字架上展示给我们的 就是一种苦难 耶稣的苦难 可是今天呢 我们为何要庆祝光荣十字架前呢 因为十字架因基督而改变 十字架不仅仅代表了痛苦 代表了失败 代表了羞辱 它也代表了耶稣获得了胜利 十字架 它是从失败到光荣 借着耶稣基督的一个复活呢 十字架变成了战胜死亡的 一个光荣的象征 我们可以称为是胜利的十字架 十字架也呢 象征了爱和牺牲 也象征了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耶稣的宽恕 也带来了耶稣给我们的救赎和赦免 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教会内去朝拜十字架 去明了十字架给我们所带来的意义 所带来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跟随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接受了他整个的生命 不只是耶稣给我们带来了光荣的复活 我们还要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因为只有耶稣的死亡 他才能进入复活 他才能进入复活 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死亡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宣讲耶稣的复活呢? 另一点 我们知道 耶稣在福音中也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跟随他 那么就要背起自己的施架来跟随他 因为耶稣的生命是充满了困难 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如果我们熟悉福音的话 耶稣在三年的传教史上 并不是一帆封顺的 有好多不同的法利塞人或者是经师 都会给他挑这样或那样的毛病 反对他 针对他 所以 十字架呢 也象征着生命的不容易 生命的苦难 所以我们的生命也不是一帆封顺的 我们也有自己的十字架 因为我们生活中的痛苦 我们生活中的艰辛 这些都是象征着我们的十字架 所以我们要依靠基督 我们要依靠天主 借着十字架上的痛苦 借着十字架的痛苦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喜乐 就像呢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父母为我们这些孩子 所做的牺牲是一样的 但是呢 父母的牺牲 他们觉得是快乐的 这也是一种对十字架的一个象征 所以十字架不仅仅象征着痛苦 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喜乐 所以 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日常生活中 因为有十字架中耶稣的爱 与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的生命有了价值 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变 也让我们学会了牺牲 学会了奉献 学会了去分享 因为十字架就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奉献 代表着耶稣基督愿意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 最后呢 愿光荣的十字架 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喜乐 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光明 因为我们借着耶稣苦难的十字架 我们得到力量 我们借着耶稣苦难的十字架 他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给我们更多的恩宠 让我们能够借着他 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愿主耶稣基督永受赞美 阿们 上主万元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十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虎的果实 卖面饼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元的主 你赐给我们的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老虎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 各位姐妹,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你的圣子在十字架祭坛上消除了整个世界的罪恶, 但愿今天的圣力也能除去我们的一切过犯。 以上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亲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获惧, 并有助于我们获得救恩。 你借着我们主基督的十字圣母救赎了人类。 死亡虽由树木而产生, 生命也由树木而复苏。 魔鬼曾因树木而得胜, 现在却因树木而败亡。 为此,借着基督在智者倾从你, 掌权者敬畏你, 众天使都赞美你的尊威, 诸天万君, 普天的异能者, 有福的撒拉芬天使, 也欢欣祝贺你。 求你恩准我们也同他们一起, 虔诚歌颂, 不停地欢呼。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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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感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头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头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仙儿永久的蒙月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迹,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说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圣神而为一。 上主, 求你催念普世的教会, 是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阁, 我们的主教无成才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尊日趋完善。 求你催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催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催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大圣若瑟诸圣宗陀,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 并连和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旧者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宣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施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魄,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普世权为,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请你不要看我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祝神父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召来复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我祖耶稣, 我真心全心你, 在身体胸似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失灵你。 请生我生命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 到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耶稣基督, 我们已从你的圣燕获得滋养。 你既十字架救赎了我们, 赐给我们生命, 请你也引领我们迈向复活的光荣。 你是天主, 永生勇往。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你们去传福音吧。 感谢天主。